土耳其特搜队跨海来台参与救援行动 推动救灾行动更加顺利 这份患难中见真情的力量 慈激之功与自成有深刻的体悟 25年前台湾跟土耳其相对面临到这个世纪的大灾难 而双方所建立这样的一个情谊 一直到今年持续的在持续的在持续下去 那当然去年土耳其大地震也很感恩我们慈激到灾区 用纯粹的歌声唱出对台湾的感谢 这群乌克兰学生透过这场在关渡禁司堂举办的感恩祈福会 贡献一己之力 自己帮乌克兰很多 所以我们要帮自己帮台湾人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会做什么 我们应该出一点力气 为灾民打气 所以平安的人要怎么样去祝福他们 所以我们就想说 好 那我们就利用今天的时间 我们大家一起来祈求 在现场也搭设禁司抚惠环保隔屏 里头有着抚惠床 桌椅 让灾区的安置灾民能保有隐私和尊重 也见证到受国际媒体关注的慈善力 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有变化 而且不断地在精进这一件事情 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 灾难的时候 那我们台湾呢 台湾有灾难的时候 他们也是用同理的心来对待我们 众人共同祈愿 投下点滴爱心 透过每一份祝福汇聚成大善 传递出更多爱的力量 大安新闻 陈品杰 梁家明 台北报导